民国101年8月29号 当年内政部补助各县市政府设立托育资源中心 其中桃园第一家托育中心在大圆开幕 这座专门为6岁以下小朋友量身定做的亲子游戏馆 里面有许多亲子互动的玩具 还包含多功能教室 当年邀请了时任内政部长和桃园市长一头来主持节目 为桃园幼儿家庭们送送一份大礼 提供他们一处专属互动原地 促进亲子关系 大圆托育整合中心是桃园县政府配合内政部 诱托整合的一个福利政策所展开的一个服务中心 那一定非常荣幸能够受托来办理这个机构的服务 那这个机构的服务是一个强调的是一个一战式便利性的服务 等于说我们是把过去的所谓的托育服务跟早疗服务 跟弱势家庭资源服务的这三项的服务呢 过去可能是要分别找三个单位 那如今把它整合成一个单一的中心 单一的窗口来就近便利社区的居民 有相关托育的需求或者是福利资源 可以借由这个中心得到最方便最专业最安全最便捷的服务 那我们很高兴也想借这个机会 呼吁我们大圆社区这个地区的乡亲父老 多多来善用我们这个中心 那我们来为你提供最好的服务 我觉得这个多数东西可以带给我方便 当年大圆托育中心是由内政部儿童居补助 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负责营运 而和一般的托育中心与公立幼儿园相比 来这里玩的小朋友必须要有家长陪同 共同参与馆内游戏和活动的过程 借此增进亲子间的亲密关系 另外在室内设计上也符合小朋友喜欢跑跑跳跳的大空间 不但有亲子公读区探索区以及抑制区 官方表示也会提供育儿知识 并邀请专家学者举办讲座 协助新手伴妈快速上手 接着综合报导